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谈婚论嫁的年龄时 却选择了一个在她看来 什么都没有的男朋友 这样的条件差距在吴女士心中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为此她强烈地反对女儿 继续和男友交往下去 可女儿在这个问题上的异常坚决的态度 让吴女士是始料未及 眼看着女儿铁了心 要嫁给一个自己压根就不认可的男生 吴女士的内心备受煎熬 我真的是很无助了吧 我可能就很崩溃了 母亲很崩溃 而作为女儿的小刘 在面对母亲的强势反对 内心也是备受折磨 受不了我妈的折磨 疯狂地给我发微信 然后疯狂给你发 疯狂 对 这样歇斯底里的举动 压得小刘喘不过气来 现场的她声泪俱下 只为争取一个婚姻自由的权利 我就希望她能够相信我 给我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人基本的权利 你请你相信我 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最终女儿的泪水 能否打动吴女士的心 小刘的婚姻 究竟能否由她自己做主 今晚的金牌调节 我们共同关注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 妈妈吴女士 女儿小刘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关于孩子男朋友的事 我们一直是吃饭对态度的 但是她一直坚持 所以今天的诉求 就是要求分手 要求女儿跟男朋友分手 对 这个问题 必须得由你提出来吗 我感觉 我真的是很无助了吧 不分手会怎么样呢 我可能就可碰规了 我觉得没有道理 她的意见和建议 没有理论的事实依据 所以我觉得不足够让我 去做分手的决定 好 小刘的诉求是什么 我会坚持我的选择 我希望得到我母亲的祝福吧 我刚才特意问了妈妈 如果你不分手 她会怎么样 对于她的这个答案 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无奈 尝试过让她接受吗 尝试了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四年了 始终不接受 只要提到这个问题 她就很激烈 很强硬地就在反对 然后一直在强调 她有多么地接受不了 一提到女儿的恋情 母亲吴女士 没说上两句话 眼泪便流了下来 直言女儿要是再不分手 自己就快要崩溃 为何女儿的恋情 会让母亲如此痛心疾首呢 原来女儿小刘 从小到大 就一直是父母的骄傲 学习努力 成绩优异 出落的也是亭亭玉立 在吴女士的心中 只有十分优秀的男生 才能够配得上自己的女儿 可是女儿在男朋友的选择上 却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她上大三十大四的时候吧 我就发现有这个苗头了 爸妈妈肯定是对这个孩子 尤其女孩嘛 比我敏感 我没有事马上就拒绝 我了解了一下干什么的 他俩首先条件就不合适 因为我们孩子是 北京211大学硕士 研究生毕业 男孩是一个天英户口的三本 当时在西安上了大学 已经毕业了 毕业之后在卖手链 摆摊 我说这是 不合时系吗 我就说感觉就跟咱们 就是不搭边的事 我就感觉是吧 这不是说摆摊 只是说当时是她在工作的之余 还有另外的一些一个收入 就是可能会在网店上面 会做一些生意吧 小生意 你母亲是如何把它理解为是 一个摆摊的 她词为生的男孩 她当时就确实这么多人说的 对 我不可能用这个词 我不可能用摆摊这个词来 来说明这个事情 就是说她首先 她对这个事情有偏见 所以会有一些 认识上的会有一些偏差吧 我就已经提醒她了 我说你俩首先 你这样在这学历上就不合适 是吧 就不般配 我说妈妈不同意 学历的问题 不是我最在意的点 我认为不是我择偶 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她很在意这一点 非常的 就业的时候呢 我就是想着 离我们近点回来 她一直在犹豫 是留在北京 还是去天津 还是回这边 她一直在犹豫 又想去天津 不能男孩去 可是天津没有合适的单位 北京呢 咱们想去的单位呢 也不一定能接受 回咱们这边来呢 就是说几率大一些 为什么讲这一段 女儿毕业要去哪 会让你这么难受 她说了 你要让我回来 我就要给您结婚证 回来就得领结婚证 她就要跟她领结婚证 她拿这个命写我 后来我就没办法 我就没有再强烈地 要求她回来 我不敢强烈地 要求她回来 我们俩这关系 会更恶劣的 所以你心里难受的是 我们全心全意 在为你考虑 而你却是抱着这样 她就就拿 你要让我回来 所以我就要跟她领结婚证 领结婚证这个事 对你来讲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肯定的 怎么你会提出来 要我回来 我就得打结婚证 怎么会有这个 因为我真的 找工作的时候 我特别地焦虑 就面对毕业 我那种焦虑特别强烈 然后我妈这边 又不停地在影响我 这句是你内心 就是我当时 就是这么决定的 还是只是因为 我情绪上的一个反应 冲动 冲动 对 女儿解释道 毕业时 要和男友打结婚证 只是一句气话 可是越往后 这句气话 却越来越像句真话 因为女儿还是选择了 去天津工作 而她的男友 也是早遭回了天津定居 就是接门几率更多了 这种让我焦虑的 就更焦虑了 吴女士思索再三 想出了一招 以退为进 趁一次家人出游的机会 她主动地提出了 要和女儿的男友见一面 而这次见面 不是为了接受女儿的男友 而是为了进一步 找个理由 劝女儿分手 咱们回来的时候 这个晚上嘛 我是不信任她 接咱们一下 我是这么想 因为你总得要去面对 就像她刚刚才说的 你总是在空头地 在去反对 没有一个切实的 一个什么反对的理由 不如接你面 对 我确实这么想的 我既然她这么强烈地要求 正好也是个机会 是吧 让她来接来了 第一印象就是说 长得也不让我很满意 也是不喜欢的那种 对 也不是很习惯的那种 后来等我们从火车站 下车 她一个行李 我们一个行李 拿行李的时候呢 她说了 我爸爸行李重 行李重 她爸说的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她就跟她客气 客气之后呢 男孩就去拿她的行李去了 这个举动在你心里 起码就是说 她对在长力这个事情上 做得很够 不是到位 你就是她爸爸跟你客气 归她客气 到家之后呢 下来行李的时候呢 她又跟她说了 说我爸爸行李重 沉 她爸爸又说 不用不用我自己提 男孩又提她的行李 拿着她的行李 上了楼 她爸爸 也无事大几的人了 她爸爸提上去 这个表现 对 也不是 对 也是反正打了折扣吧 反正这第一次表现 我也不是很满意 就是在之前 反对的基础之上 这第一次见面 不但没有加分 反而减分了 像什么临行李这种问题 我都没有注意 我完全没有观察 也没有注意 其实我在她和我妈 见面之前 我们俩也不停地 在对接这个事情 就是说能够 把这个事情尽量地 表现得好一点 然后我们两个 就是很忐忑 又怕做得多了 照她说 又怕做得少了 她挑理 因为我妈一直很抗拒 和她见面 然后也很抗拒 就提到这个人 这次见面 对于你男朋友来说 同时对于你来说 都是一件 让人紧张的事情 非常紧张 我很害怕 我到现在都 比较害怕 你妈妈刚才说 在整个过程中 我是一个观察者的姿态 那以你的感受 你们觉得妈妈 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在当时 审视 她就是厌恶表情 也不跟我男朋友 说了一句话 也不大招呼 并没有呈现出一个 开放或者试图 去接触的姿态 没有 其实我们两个 一直都是不太理解 就说为什么她这么抗拒 这一次的见面 让原本就不接受 女儿男友的吴女士 对这段恋情 更加地反对 但女儿却是 一如既往地坚持着 母女俩就这样僵持着 可是随着时间的 慢慢推移 吴女士的心态 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 开始产生了变化 因为她年龄大了 女孩嘛 27岁了 你到了谈婚伦家的年龄 她今天这么坚持 就不定就随了她吧 我确实也有过这种想法 不是没有过这种想法 可从之前的全盘否定 到立马认可女儿的男友 这样的转变 对吴女士来说 显然是难以接受 犹豫再三 吴女士决定 最后再给女儿男友一次机会 试探性地主动抛出了橄榄枝 这才有了吴女士一家人 和女儿男友之间的 第二次会面 端午节回来 她爸就试探性地 说明天中午要不请我们吃个饭子 见个面吃个饭呢 她就没当回事 后来她爸又说 她明天中午饭怎么着啊 其实是在提示她 是啊 我爸提示吃饭 你的反应呢 你同意了吗 同意了 后来 我同意了 我没有反对 我说你看你爸跟你说呢 咱明天中午 你们请我们吃个饭 咱们得一块坐坐 我爸这话说开的 他才当回事的 去跟这个男孩去说这个事情 吃饭这个事情 最开始确实是我爸提出来的 但是我妈就是一直不做表态 几年以来 我一直是希望 我妈能够跟她见一见 就说也许见面面会好一些 但是每次我提 她都是 我不见 我为什么要见 我有什么理由要见她 我凭什么要见她 就是这个态度 所以当时我爸提出来说 吃个饭怎样 然后我妈就不表态 所以你也不敢 我不敢 对 我不敢去安排 直到晚上快十一点了 我妈才送口 那行吧 那就吃个饭吧 没有那么晚 就是晚上十一点的 好 没有那么晚 那十点 九十点钟 至少是我晚上 吃完饭回来了 对吧 订了饭店之后 我们就去了 去的时候男孩空手来的 也没拿饮料 也没拿瓶酒 我们去吃饭 后来他爸说的 过来两瓶啤酒吧 就主动说出来了 这男孩呢 就到吧台 就拿两瓶啤酒 他爸说的 他说你们喝点啥 要不你们喝个饮料吧 后来这男孩呢 又到吧台 拿了两瓶啤酒 拿了一个饮品 就这个 你对他这样做 我很不满意 礼节上 你就没做到吗 但是我也没说什么 当时吃饭的过程当中 我没有表现出来 对他的不满意 这第一次吃饭 又是减分的 对 有一些什么酒水 这种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 也不是什么大事 期间 我和我男朋友 都很照顾我妈的情绪 我生怕她有一点不高兴 她喜欢吃什么 就点什么 一直是很照顾她 就生怕把她惹到 就整个饭吃完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 我妈也没有说太多的话 然后我男朋友 也没有说太多话 她本身不是很那种 就是特别能说会到 善于来事的那种人 这两次见面 见完之后 男朋友也好 你也好 你们心里大概有数了吗 妈妈的态度 很清楚 她表达得非常道理 因为我妈说话很难听的 一回家 她就开始跟我 说各种 反对的 对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我们俩在聊的过程当中 我跟她说 她长得像她表哥 我说长得像是 像是 她是 她说 那个什么 你还没见她爸呢 姑娘跟我说 你还没见她 她爸长得跟我辜负 一样一样的 就说明这个 她见她父母 我接受不了 后来我就说 我说你见过她父母了 她说 就像你们会要求 跟这男孩见面一样 就是女儿去跟对方家长 见个面 为什么你会 这么不能接受呢 因为我们本来就反对 起码是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 你不应该背着我们去见面吧 见了首先就是对她 也是不尊重不礼貌吧 是对她还是对你 对我们都有关系 我就觉得是他们家 父母和孩子 是有意安排的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些个不满意 我当时没有跟她表达出来 她就跟我说 我想结婚了 我一下子接受不了了 因为我还没有做好 这个思想准备 因为接受不了 我就跟她就跟她说这事情 结果她 更强烈地要求要结婚了 我就受不了了 也是最近吧 我跟她提我想结婚 因为我也是 受不了我妈的折磨 折磨 对 我妈就是一直是反对反对 然后疯狂地给我发微信 然后 疯狂给你发微信 疯狂对 从早上八点上班 一直到夜里四点 她都能一直给我发微信 就是分手 很多我都没有听 我也没有看 就是很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就是让分手 经常就是到晚上十一二点 她还给我发微信 然后搞得我心情也很不好 然后我也睡不好觉 然后第二天还要工作 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就让你状态很糟糕 对 让我状态很不好 然后她 她会安慰我 她说你看 你说咱们两个在一起 开心就可以了 以后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 我不会让你那样的 是一个能给你带来平静和温暖的人 我们两个在一起 其实话 最开始话很多 现在其实话不是说那么多 但是我就很享受那种状态 就很安静 很平和 这是你一直内心很渴求的感觉 是的 她不太会表达 但是她会在很多小事上面 让我很温暖 举个小事 就是情人节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表示 到了晚上我就跟她说 我说虽然我不是特别在乎这个节 但是你也不能不表示 然后她什么也没做 她就到厨房里去拿那个草莓 给我切了一个心出来 我就特别感动 我不需要什么物质 我就希望能够平平淡淡的 她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 我能理解 作为我来讲 我也希望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理解归理解吧 我从这硬件上吧 我可能还是接受不了 她从情感上 她能理解 我们俩的角度就不一样 两人相处的模式 她也跟我说过 不错的 我也认可 这个我认可 这个我认可 但是从硬件上来说 但是她哪个也没达到我满意 我现在对她这方面没有别的要求了 我就希望她能够相信我 给我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人基本的权利 你请你相信我 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谈及和男友相处时的点滴 小刘的眼泪便没有停过 在她看来 这份感情中带来的平静而温暖的状态 就是自己最为看重的 也足以让她鼓起勇气和男友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是无论一旁的女儿如何动情 母亲吴女士却始终都不为所动 调解至此 律师罗旧宝忍不住拿起话筒 他希望从法律的观点出发 让吴女士意识到 婚姻自由是女儿基本的权利 儿女的婚事啊 父母反对的从古到今都有 所以人们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父母反对的婚姻是走还是不走 我作为一名律师 要是用法律的思维来讲 父母是不应该反对的 我们现在的婚姻法 能有现在这样的规定 说婚姻自由 那是经历了多少年历史发展 发展到现在 可以讲是一个文明的象征 婚姻自由是一个公民的一个权利 你虽然作为母亲 你也无权去干预和反对 刚刚讲的是婚姻法 那么讲刑法 刑法上对这种行为是如何评价的呢 是不能干预 假如有干预到一定的程度 或者暴力干预 婚姻自由的话 甚至会涉嫌犯罪 虽然你没有采取这种暴力啊 什么其他过格的行为 但我觉得你是一种软暴力 给女儿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因为那边是男朋友 是自己的未来婚姻生活 这一边是孕育了她生命的一个母亲 孩子非常难选择 吴女士 不管是这个男孩子也好 哪个男孩子也好 你现在的心态 就是女儿 找哪个男孩子 可能你都不太会满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你一个基本的价值评价出了问题 当然我们对那个男孩子也不太了解 你刚刚举的几个例子 突然袭击地叫她来接你 这么仓促地安排见面 作为一个孩子 设个经验不是那么地丰富 她肯定会出现那样或这样的问题 所以作为母亲 应该用更加宽广的胸怀 去包容 但是你是站在旁边 你用考官的心态 来面对一个人的举止 必然会找出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呢 我也想劝向胡女士 孩子也这么大了 有工作了 谈婚论嫁了 本来你是坐享轻浮的时候 你干嘛还要去剑把鲁章去战斗呢 自己的事情 让她自己去决定吧 你只要提醒她就可以了 今天呢 在场上 我更多地用一个词来 形容它叫权力争夺 什么权力 就叫成长的权力 以前 我所有的重心都在女儿身上 我来控制她 所以我能获得一些安全感 获得一些依赖感 一些成就感 到了今天 女儿成长了 女儿要离开你了 你就变得非常地骄琢了 我想一个母亲啊 她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安全地 看到自己孩子的离开 也就是说 让女儿学会独立成长 所以当今天我们 强烈地去反对的时候 我想我们自己首先一点 要考虑清楚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她 我们以为是在为孩子好 可能做的事情是 在绑架孩子 用道德去绑架 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 他是有他自己的独立判断 他跟他男朋友并不是说 认识了半年或者几个月 就想结婚 他经过了四年的考虑 我也相信 你的女儿有这样的智慧 去判断一个人 他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那些满足 他更多的也考虑到自己的一些心理 如果妈妈更多的是 希望女儿成为什么样的人 她用的方法 一定只是告诉你 我期待我以后的女婿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这样去寻找 让女儿自主去选择 期待唤起人的是一种认同感和价值感 要求惯起人的只是羞耻感和自卑感 心智成熟的人才会做出最终的判断 当我们自己的心智模式 还沉浸在原先的伤害当中的时候 还在一种恐惧的状态里头的时候 我们最好不要去做出一些重大决定 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 是现在重重之重 罗九宝和曹洪分别从各自的角度 就吴女士心态上应做出的调整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而观察员杨世敏认为 在这个矛盾当中 小刘和男友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他们两人如果能用一种 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 多与吴女士沟通和接触 就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常常会说用一个鸡蛋 来形容成长和被迫 鸡蛋从里面打破 就是生命的成长 而鸡蛋从外面被打破 它就成为了一种食物 女儿和男朋友的沟通交流也好 包括再和父母的沟通交流也好 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您的男朋友没有很好的 为了这种成长 去做主动的改变 而更多的是被迫 更多的是选择 让你去把一切搞定之后 他再出来 而往往能够打破父母的芥蒂 能够打破父母的心结 靠的是什么 其实靠的是你男朋友内在的改变 可能一次妈妈不理解 两次妈妈还是不喜欢 但是三次五次主动地靠近 主动地帮助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人的心都是肉掌的 我相信妈妈的心也一定会软 也一定会软 如果说你还想和男朋友继续走下去 不光是妈妈在改变 不光是你自己在改变 更多的是你男朋友愿意担负起这份担当 愿意担负起这种主动成长的打破 主动地把你妈妈爸爸心里的这个心结 给完全地打破 它才会真正地成长 你们的未来才会可期 才会美满 先告诉吴女士一个秘密 今天场上的我们观察员配置 我们有四位是有小孩的 然后他们全是男孩 我们家是女孩 他们家都是男孩 所以我觉得他们说话有点不腰疼 特别是我自己我在听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就是我的女儿长大之后 如果她找一位我不太满意的人 我该怎么办 那我想我肯定也会很挑剔 特别是老爸更挑剔 所以我特别想要先为你说几句话 为什么你不开心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人把女儿教育得很好 然后你很希望女儿呢 能找到一位跟她能长久对话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情感基础 因为婚姻是非常复杂的 特别特别难驾驭 别人会认为我们提倡门当户对 其实我们追求心灵神会 对 我不认为你是简单地追求门当户对 但显得是而已 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共同语言 对 这是关键 是这样的 毕竟无障碍的沟通 对婚姻来讲太重要 这点我还是能理解 小刘女士呢 我注意到的就是 她完成了她的学业之后 她反而 她很需要一种简单快乐轻松的生活 因为她能应付她的职业 那在她的个人生活里面 她需要就是简单快乐 而那位男生完全是可以给到她的 那你要想一下 你女儿内心的缺乏是什么 以及她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你的女儿需要的就是简单轻松的生活 所以我们体会 但是我也告诉你 从结构上系统地去看 整体上把握的话 这个情感的选择 恰恰是她前段人生的一个小结 每个人各有各的选择 开心就好 幸福就好 我觉得你首先要解决你自己的幸福问题 那我就送你一句话就好 就是放下一定之鉴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她现在找到了一位她喜欢 因为我爱我的女 她喜欢的我肯定要支持 那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我要让我的家其乐融融 我不断支持任何一个人的选择 因为我放下了一定之鉴 这个时候幸福会靠近 因为幸福前提 它其实是人际关系 一个人是不会有幸福的 她一定是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人际关系 对小刘女士 我说一个建议 我觉得这个找男朋友怎么找 我们站在男人的角度 有三个标准 供你参考 第一个标准就是她爱运动吗 第二个标准是她判断别人 评价别人的公道吗 因为这个是象征着情商 然后她说话算数 这是一种自我管理 你说这三点都有 都有 有这三样 当老公不差 任何一个人 正常人 他受到激励 被爱鼓励支持 被家人鼓励支持 慢慢地 他一定是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所以选择一个人 或者说选择一桩婚姻 它是一个建设的过程 而不是在某一个点 就停止在那儿 没有这样的婚姻 多少人都说 结了婚它怎么变呢 对呀 人在不断变化 关键是往哪个方向变 所以今天吴女士来 什么大家说这么多 一句话 不管我们年龄多大 恐怕都要重新去 看待情感 婚姻成长 胡老师最后 其实是在告诉吴女士 在女儿婚姻的问题上 要尽量放下 曾经固有的观念 用新的眼光去看待 调解随后进入了密室环节 观察员廖喜玉和杨志敏 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 进入了密室 一进入密室 廖喜玉就告诉吴女士 婚姻自由 这是基本原则 作为父母 是不能够替子女做决定的 希望吴女士 能明确这一点 孩子的婚姻大事 是大事 但作为父母 应该什么 你把你的建议提到这里 不要跟他做判断 好吧 告诉他 孩子 不管怎么样 人生的道路 妈妈只是给你指条路 路要靠你自己走 而吴女士此前 在女儿恋情上 一味地反对和排斥 只会不断拉远 母女之间的距离 有时候也许你可能担心的越多 才能和母亲之间建立有效沟通 你的妈妈可能原来在婚姻生活 或者说原生家庭当中 导致她获知幸福感的能力偏弱 所以她可能在原本上 就会是一个忧虑感比较强的人 我们需要有一个 可以给她带来快乐的人 更多的去跟她交流 讨大欢心 其实有的时候 一种幸福感就是女儿在乎 而小刘的男朋友 在这个矛盾的处理上 也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刘应当和男友一起努力 争取母亲的祝福 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个 就是希望妈妈能够把心态放开 那么这种放开 说实话 光靠你的力量 现在显然不足 这时候就应该你男朋友出场 比如说第一个 节假日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去一趟 第二个 你妈妈来的时候 她有没有可能付出更多的时间 人对一个人的改观 是怎么过程的 最终 在经过了厂商的调解 和密室中的沟通后 母亲吴女士 能否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 转变态度 放手让女儿自己去做主呢 母女俩此前 有如尖兵一般的关系 能否走向缓和 我们的调解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现在密室已经结束了 我们来看看这对母女 目前的状况会怎样 各位观察员说的 老师说的也都非常有道理 我也都听进去了 我也想跟我女儿说 女儿 你在妈妈心当中是 真的是很优秀 也很让妈妈骄傲 最骄傲的就是我的女儿了 我有这么好的女儿 真的是 为什么我这么 上这么大鸡 上这么大 我就什么大 我的女儿这么优秀 我也希望我女儿 找一个跟她搬配的 我希望你生活得更好 希望你生活得更幸福 你幸福了 我就幸福了 你高兴了 我就开心了 所以妈妈的担心 都是为了你好 虽然说你不满意 不管你有什么开心的 还不开心的 我希望你都向我倾诉 我妈妈会 做好你的后盾 家是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爸爸妈妈永远是爱你的 妈妈爱你 我尊重孩子选择 我也想跟你说 我非常感激你 在我十八岁之间 为我做的一切 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未来的路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我有为自己做选择 做判断的能力 请你支持我 我希望得到 你的祝福 我不管和谁结婚 我都是你的女儿 我们一家人的事实 是不能改变的 未来我的生活 能得到你的祝福 是我最大的心愿 有了你的祝福 我才能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然后尊重你的祝福 然后尊重你的祝福 好 尊重就是最大的祝福 希望你们俩都幸福 好 谢谢 谢谢 不哭了 享受爱情的甜蜜 享受生活的幸福 调节结束了 吴女士最终决定 放开双手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